请过目 东阳来的 没错官爷 您圣名 多多馆长 你这录影标注的期限过了 回去吧 不就晚了几个时辰吗 那是因为路上河岛淤色 碰着个孙女还把路给指错了 官爷 拿上他们的路影 咱们去临安 官爷 上等南木 您辛苦 同龙同龙 既然绕路了 可是辛苦各位了 木料怎么样 没问题 您 多谢官爷 走吧 走走走 丽帅 书婉听闻霸刀营要运进城内一批木料 可有此事 难道圣女还想做城房的买卖 立帅 立帅必须停了此事 楼书婉 圣公御令 木料乃是修筑城房和营造工事的 你是要我抗齿吗 立帅 修膳一事可是霸刀营提出的 很可能是宁立衡的主意 那又如何 眼下事态严峻 全城宵禁 这时候却要运木料进来 运输势必往来全城 万一泄露了什么机密 圣女 是在教本帅做事 老凡立帅 调集人手 在仓库周围布房 对城内的火器库 严加看管 你这女人真是多管闲事 本帅 现在有足够人手盯着火器库 你管好十三军的钱袋子就行了 圣女 方才又找过利天润 过问呈房一事 能为陛下分忧的事 但是 舒婉 都很关心 你 想问朕 讨官 陛下明鉴 舒婉愿入朝堂 为永乐社稷 节制尽忠 卢舒婉 你有才学是实事 但朕 更希望你做圣女 你这别人颇为雅致 朕为你改造成圣女祠 百年之后 百姓依然记得 有你九天圣女 保佑永乐 永世太平 舒婉 不敢当 我 女子懂得商骨之术已是罕见 而你还懂时局 懂韬略 懂得 操弄人心 你以为朕是那个薄道义吗 白希佛 臣在 这一队人马 守在门外 遵臣 陛下 外面兵荒马乱 剩你 还是不要出去了 恭喜 陛下